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心心在农村 在以前的时候呀 我们都说城里的人 或者说这个婚姻家庭不太牢固 离婚率特别的高 但是现在来说农村也特别的多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农村离婚率 现在是越来越高 而且越严越烈呢 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 我们来聊一下 第一种情况应该在是 随着这个男女平衡失调 就是说男女比例的这种失调呀 女孩越来越少 男孩非常的多 找对象下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而且就是说由于这个原因 彩礼特别的高 这种天价彩礼造成了婚姻基础 是在这个物质基础下建立的 而不是说是感应基础建立的这个婚姻 这种婚姻呀 它是不牢靠的 所以说这种婚姻 或者或者由于物质的原因 或者金钱的原因呀 可能会造成大部分的人 会选择离婚 第二个就是说 没有家庭责任感 没有担当 这个是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女人在家里面收拾家务 而且就是说照顾老重计 这个男人如果是游手好闲呀 好意勿劳 不愿干活 没有这个承担家庭这个重担的能力 而且没有这个责任性 这种婚姻也是不劳酷的 作为男人来说呀 如果是男人在外面挣钱 女人在家里面大手大脚的花钱的情况下 不懂得守家 这个婚姻也是不牢靠的 所以说这种原因 也会造成这个离婚率的上升在农村 第三个就是说 彼此不信任 就是说夫妻双方 彼此不信任 你怀疑我 我怀疑你 还有的人经不起外界的这种诱惑 特别是有的女人呀 就是说有人说她是拜金女 可能说在外面通过手机 网络就是说 找这个网络聊天的应该都是网友吧 有的很多 网友这一个慢慢慢慢时间一长 聊的情况下 可能就变成地下情人了 如果有这种物质上的 还有这种精神上的出轨 还有这个物质上的需求 这也是造成这个夫妻双方的一种 就是说家庭不牢固 婚姻不牢固 还有就是说夫妻双方应该彼此信 不要怀疑对方 所以说如果是彼此怀疑的情况下 你这个家庭也不会过好的 因为没有信任度 没有可信度 夫妻双方不交心 所以说这个婚姻也是不牢固的 以上我们说的这几种原因 也就是这三种原因 都是造成现在农村的这种现象 就是说婚姻越来越不牢固 离婚率越来越高 而且是越演越烈 我夫妻朋友们既然是已结婚了 就以感情基础为目的 为家庭为中心 要有责任性 无论你男女 双方都要有责任性 都要有责任 也都要有担当 这样才能够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婚姻更负责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